在古代,马匹是很重要的存在,它们不仅仅是人类的生活帮手,还是重要的军事物资,拥有马匹的军队,获胜的几率会比较大,因此马的数量还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象征,在唐朝时期,有一位皇帝非常的爱马,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,李世民的爱好影响了唐朝的宫廷画室。 当时所有的宫廷画师为了讨李世民欢心,都开始潜心研究马的画法,因此有许多画马的名家在这个时期诞生了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唐朝有个著名的画师,他名为韩干,他受到王维的赏识,得以进入宫廷学习画作,当时唐玄宗李隆基非常的欣赏他,便让韩干在宫廷内找一个画马的名家拜师,李隆基和李世民一样,非常的喜欢马, 韩干不负众望,他学成之后,所画的马可以说是前五古人,他的马非常的生动富有活力,他的马受到了天下众人的赏识,大家都称赞韩干笔下的马是富有律动性的,简直要跑出画面了,唐朝距今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,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地滚滚向前,唐朝时期的文物已经非常罕见。 但是韩干的画作还是有几幅被保持了下来,在2017年的纽约家世的拍卖会上,韩干的马姓图派出了一千五百万美元,约合人民币1.1亿元,这幅画看起来已经非常残破了,上面的鉴赏藏印已经有些模糊,但是画上的蹄字和马还是非常清晰的,这匹站着的马体型非常健硕,它有着两种颜色的毛发,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匹战马,它威风凛凛,傲视群雄, 韩干的马成为了后世许多人的参考,虽然他的马前五股人,但是却后有来者,我国近现代出了一名画马的名家,他就是徐悲鸿,徐悲鸿曾奔赴欧洲留学数十载,他的画作风格是比较西方画的,也就是比较写实,和传统绘画比起来,缺少了一些意境,后来徐悲鸿一直在对他的画法进行改良,他成功地融合了中西方的绘画风格,在当时的中国画坛上掀起了一股浪潮, 徐悲鸿曾一口气画了十匹马,这十匹马在2012年的北京龙龙拍卖会上,以1.05亿的价格成交,这十匹马就是春山石郡图,春山石郡图上的十匹马形态各异,整幅画充满了生机感,富有生命力,画上的马有的在奔跑,有的在低头吃草,有的在玩耍,徐悲鸿笔下的这十匹马每一匹都是极具个性的,不一样的聚在了一起,让画面充满了野性的美, 徐悲鸿画马非常的有特色,在此之前,没有人像徐悲鸿这样画马,因此才有专家称赞道,徐悲鸿是长江后浪推前浪,倾出于蓝而胜于蓝,有人就奇怪道, 涵干画一匹马就能卖一亿,徐悲鸿画了十匹才卖一亿,这是为什么呢?涵干对于徐悲鸿来说,就是画马的前辈,徐悲鸿能有今日的成就, 也离不开画坛上的前辈指导,没有前人,哪里来的后人呢?唐朝时期距近一千多年,能够流传下来的文物已经很少了, 马兴图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,出售马兴图的是日本的藤田美术馆, 这个美术馆有很多珍贵的中国古画,若不是藤田美术馆遭遇经济危机, 也许这幅画永远不会出售,也不会被世人所关注,1953年的初秋,徐悲鸿刚过完自己58岁的生日不久, 9月下旬的一天,他拖着疲累的步伐参加了一场重要的文艺会议, 喜间,他面色苍白,似乎一直在强大精神,与会的友人和领导劝他回去休息,不必强行支撑, 但徐悲鸿坚持不肯缺席,会议之后,他又强忍不适,敢去参加了一场宴会,就在宴会现场, 徐悲鸿突赶自己的整个左肢部分麻木,进而完全失去触感知觉, 宴会厅马上通知救护和他的妻子,此时,思维尚且清醒的徐悲鸿急切地对妻子廖靖文说, 赶紧准备纸笔,我要写遗嘱,在场围着的人乱成一团,救护人员说,现在问题不大,还是先送医吧, 于是,已经慌乱的廖靖文犹豫了一下,还是收起了刚刚找来的纸盒笔, 然后急匆匆地在众人的陪护下赶往医院, 然而,就是这一刻的犹豫,让廖靖文深深地懊悔,送医之后,徐悲鸿便陷入了昏迷, 一代绘画大师,在三天之后,便在昏迷中英年早逝, 没能留下任何遗嘱,58岁的徐悲鸿就这样匆匆离开了, 尽管这个世界上有他深爱的美术,有他深爱的家人, 妻子在给他更衣的时候,只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块被磨得正亮的旧表, 以及两颗准备带回家给孩子吃的糖果,面对此情此景, 他年仅30岁的妻子悲淒不已,悲痛的叹息, 他是操劳过度累坏的,廖靖文哀叹他是累坏了, 的确没错,作为一个热爱美术事业和祖国的艺术家, 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疲于奔命,全力燃烧着自己的艺术生命, 他曾感慨为何自己不能晚生十年, 他早已预感到自己快到精疲力尽的一天了, 然而妻子的感慨,既又心疼他担心竭律为事业拼搏的体恤, 却又有一种忧怨恨意在其中,廖靖文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说, 先生之所以五十多岁就累垮,与他的前妻蒋碧威不无关系, 言语之中颇有怪罪蒋碧威之意。 但徐碧红离世之时,已与蒋碧威离婚八年之久, 廖靖文怪罪于他的前妻,又有何道理呢? 廖靖文认识徐碧红时才二十岁, 当时四十八岁的徐碧红与妻子蒋碧威已经冷战并分居多年, 他在参加一场考试的时候与担任考官的徐碧红邂后, 后来成为了他的助手,在陪同徐碧红参加画展时, 赶来与徐碧红协商家庭纠葛的蒋碧威看到了廖靖文, 他警告廖靖文离开自己的丈夫,并写信告诉廖父, 意图阻拦这个年轻学生介入自己的家庭, 廖靖文怕自己背负上破坏老师家庭的罪名, 准备主动离开,但徐碧红早已铁心要与蒋碧威分道扬镳, 他劝慰说蒋碧威并非想要复合, 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想要破坏这段感情而已, 最终廖靖文留了下来,而徐碧红也于两年之后终于和蒋碧威成功离婚, 但离婚的代价却比较大,蒋碧威提出的要求非常高, 不仅索要了徐碧红的百余福画作, 还要求徐碧红将自己每月收入的一半拿出来作为抚养费, 为了彻底了断和廖靖文开启新的生活, 徐碧红勉励答应了他一切要求, 方才结束了那段28年的婚姻, 并娶了22岁的学生廖靖文, 但是在接下来的八年中, 徐碧红为了偿还许诺给蒋碧威的赔偿, 不得不日以继夜的拼命作画应酬, 每月还要按期几付抚养费给蒋碧威, 这让原本就已经非常疲累的徐碧红雪上加霜, 廖靖文后来的叛息就是在埋怨蒋碧威的过分, 他说徐碧红是操劳过度累坏的, 实际就是一指, 徐碧红是为了偿还蒋碧威的话债而累坏了, 否则又何至于丈夫八年之后就英年早逝了呢, 大事陨落, 世人肃穆皆碑, 远在异乡的蒋碧威听闻噩耗也是哭道急于昏厥, 对于廖靖文的责怪, 蒋碧威并未回应, 但他却知道, 徐碧红临走时, 怀揣的那块被磨得正亮的表, 是他与他在巴黎市一起买下来的, 或许在蒋碧威看来, 廖靖文的责备无可厚非, 又或者他也有同样的理由责怪廖靖文, 是他的出现才最终导致了徐碧红最后疲于奔命的劳碌, 在这场情感和婚姻的戏码中最终没有赢家, 但毫无疑问的是, 在大师最后的岁月, 他要操心的太多, 身体的劳累透支也更为繁重, 最后的八年, 他透支了自己的美术生命, 但他怀揣的那块表或许也说明, 一切的付出和结果都是他心甘情愿的, 徐碧红他一生热爱与中国绘画与美术教育事业, 他在我国绘画事业当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, 1937年, 徐碧红前往香港举办画展, 他所得的所有费用都将用于捐献给抗日, 这一天著名的画家许蒂山以及他的夫人拜访, 在聊天当中说到了一位德籍的夫人, 这位夫人收藏了许多中国的字画想要出售, 徐碧红知道这个年代文物已经不被人稀罕了, 他就决定去找这位德籍的夫人寻宝, 这位夫人得知徐碧红的到来, 十分的欣喜, 将四箱子的古画摆在徐碧红的面前, 任他任意的购买, 徐碧红一直在翻着, 直到看到一个破旧的画轴, 纸张有些泛黄, 他第一感觉这种质感是伪造不出来的, 他将花卷慢慢打开, 眼前一亮, 随着画卷的展开, 他的手指随着慢慢的颤抖, 他之后决定花仲金买下这幅画, 这幅画上画了许多的人物, 如同一个个神仙一般有87个, 而香港的画展结束以后, 就对这87神仙卷进行研究, 更在南京邀请了张大千等人进行鉴赏, 张大千鉴定这个画是唐武宗时期无道子的画, 可以说是价值很高, 而且还刻了一个徐碧红生命的印章, 小心地印在上面, 1942年徐碧红到达昆明, 准备举办画展, 可是却没想到此时的日军正在疯狂地轰炸西南连大, 就在这一天空袭警报拉起, 他随同学生一起跑进防空洞, 等警报解除, 徐碧红等人回到办公室的时候, 却发现装有自画的铁皮箱子都被打开, 而自己珍藏的神仙卷以及其他的画作都不见了, 徐碧红十分的伤痛, 失去了画卷的徐碧红, 身体也更加虚弱,直到1944年。 徐碧红与他的新婚妻子廖静文来到重庆休养, 同年徐碧红接到来自一个成都的信件, 是他的女学生的来信, 女学生在跟随丈夫到一个朋友家中拜访的时候, 他发现了失窃的神仙卷, 十分肯定地告诉徐碧红, 他见到的肯定就是原本徐碧红决定喜欢成都, 可是临走之前又取消了这个决定, 他想着如果他此时亲自去成都风声传出的话, 收藏画的人可能会把画给转移, 或者说直接给销毁, 考虑再三, 他都觉得不应该亲自登门, 此时有一个姓刘的朋友告诉徐碧红, 他知道神仙卷的事情, 他主动请求说代替徐碧红去成都, 之后再花钱把画给买下来, 之后消息传来了画的确是真画, 可是要花大笔的钱购买, 徐碧红不顾自己身体虚弱, 酬劳二十万现金给刘姓朋友, 不料对方之后又告知说, 对方要求再追加徐碧红食服, 画作条件, 徐碧红不能选择, 只能按照要求作画, 最终才把神仙卷赎回来, 徐碧红更是叮嘱妻子说道, 我收藏保存这些作品都是为了祖国, 希望你一定务必将它们保护好, 1953年, 徐碧红去世, 在他去世的当天, 妻子将徐碧红之前留下的作品, 以及87神仙卷一起捐献给了国家。